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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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說沒有《妙花蓮花經》 沒有《花蓮經》 在小城裏面有很多經都沒有 在小城裏面 為甚麼呢 因為他只是承認眼見到的這個釋迦茅尼佛 這個釋迦茅尼佛在人世間講了幾多經 在人世間講了幾多經 他集結 這個就叫做法寶 但是大城裏面的經典 有些佛在天上講的 有些經是在佛陀入定的時候講的 入定的時候講的要那個level 那個層次那個境界的菩薩 才能聽得到的 所以小城那些聽不到 所以他就覺得沒有了 明白嗎 那個道理在這裏 第三就是聲聞原覺有學無學諸大弟子就名為真 聲聞原覺就是這個聲聞出家的和尚 這些就叫做真 他們的三寶就是這個 明白嗎 小城的三寶 大城的三寶就是甚麼呢 大城的三寶就是圓滿寶身無量上好 莊嚴有性無滅就視為佛寶 不會壞滅的 這個佛寶它不在這個世間 你們見不到的 因為在大城的佛有三寶 法寶化三寶都叫做佛 但是小城只是承認釋迦牟利佛這個佛 明白嗎 他們不會有阿彌陀佛那些的 他們只有這個釋迦牟利佛 好了 法寶 花炎般若 法花裂盤 諸大城經為法寶 所謂佛陀的三寶十二部經典 全部都是法寶 但是小城 他不承認這些大城的經典是法寶 他認為是後世創作的這些經典 明白嗎 這些不需要討論 因為這些是你們做學者去研究的時候 才慢慢研究 好了 文殊普賢 觀音地藏 諸大菩薩是增寶 出家人也是增寶 羅漢 聲聞 懸覺 菩薩 都是增寶 明白嗎 這個是大城 觀音菩薩有頭髮的 他都是增寶 明白嗎 OK 所以 小城 他對增寶的概念 可能是 比丘比丘利 三尾三尾利才是增寶 居士不一定是增寶 但在大城裏面 七眾都可以是增寶 明白嗎 即是他那個範圍 很負責 第七 住持三寶 住持三寶 住持三寶就是我們肉眼所能見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佛像是否佛寶 是的 這個叫做住持三寶 明白嗎 住持三寶背後含有甚麼道理 有總相三寶 別相三寶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學了之後 你才能明白這麼多東西 你不上課你怎會明白 OK 這個就叫住持三寶 眼看得到的 用金銀銅鐵 用泥用木雕做的佛像 就叫做住持三寶 三藏性教萬卷經典 大小顯物權實妙利 是住持法寶 即是一切的經文就是住持法寶 你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讀得到的 這個叫住持法寶 住持增寶 替法染醫 即是替法你們明白 住持戒修行弘法利爭 就視住持增寶 即是出家人 就是增寶 第八 無盡三寶 十方虛空一切諸佛 一切尊法 一切言聖爭 這些就是盡虛空遍法界 就不一定是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他方世界的佛我們尊不尊重 尊重 他方世界的菩薩我們尊不尊重 尊重 地藏菩薩都是南方世界過來的 你明白嗎 南方世界 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 這裏叫梳婆世界 另外一個世界 你要記住 尊不尊重 一樣尊重 為甚麼 一撒那 你要記住 沒有所謂的距離的分別 距離是人的執著 你去到四位的時候 你看三位是另一回事 到你六位七位的時候 再看三位 可能根本就不值一提 明白嗎 同樣道理 你看螞蟻的世界 一位二位的 你是三位 你就覺得 搬搬搬這麼蠢 同樣道理 你也很蠢 所以 以上 以上八圖 善明三寶功德 我們確信 唯有佛法僧三寶 為身心歸向投靠之處 所以你見到 這一尊地藏菩薩好 見到一個塔好 見到一本佛經好 你就要將它視為三寶 你不要只說佛經就是經寶 不是 在總相的三寶裏面 是不是一本經已經代表了三寶 那好吧 你說拜一件事的好處 還是拜三件事的好處 當然是拜三件事的好處 你的義業已經不一樣了 你明白嗎 所以你拜地藏菩薩一個頂禮下去 原來三寶已經在一面 如果你有無盡三寶在裏面 你的功德是無量無邊 所以 隨便有精 小成就有少少蠢 只是認識加茅禮佛 你當然是無量的三寶 你都紅在裏面 所以你看 總相三寶 別相三寶 然後 住持三寶 無盡三寶 大成三寶 小成三寶 最初三寶 自性三寶 如果你沒有自性三寶這個概念 你拜一世 他都是一個木頭公仔 你不會成佛的 是因為你有自性三寶 你的自心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心能生一切法 一切法為心做 心本自清淨 故為真 因為你心本具自性三寶 所以當你一個鼎禮的時候 你能夠一拜拜下去 你能夠開悟 因為你本有三寶 因為你看到佛 這個住持的三寶 住持三寶 他具足什麼 總相別相 是不是 所有的三寶 他具足 無盡三寶 他具足 我一拜拜下去 我禮多少 我禮無盡三寶 我禮自己那個什麼 自性三寶 我那個自心佛 所以你一拜 你能夠罪滅河沙 如果你不明白 你天天回來拜大悲慘 你都燒不到業障 你也不會開到智慧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把你的自性三寶 帶出來 明白嗎 你們 一個三寶 八幅圖 外面都沒有人跟你說 為什麼 對嗎 因為沒有人走 他這麼專門去做這些powerpoint 給你看 叫你回家看書 回到家你又不願意看 還有沒有人跟你說 法無人說 雖為莫能耀 OK 好 三番歸依 為什麼歸依要念三次呢 自歸依法 當願眾生 看皆大道法無上心 自歸依法 當願眾生 心入堅狼智慧 如海自歸依爭 當願眾生 董你大眾一情好 好了 為什麼所有經文都要唸三次 就是那些聖號 三清的嘛 你唸奴香澤 奴香澤 夜法界蒙分 諸法海悔悉 耀聞 除諸結常文 整伊方恩諸 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各埔神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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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唸三次 哦原來呢 每唸一次啊 那個意義都不一樣 所以有初番歸依 二番歸依 三番歸依 有三次 好了 第一個 第一番歸依 錯番 歸依佛 佛 凡文佛達 或者佛達人 佛陀耶 那個呀字你可以要 可以不要 簡稱佛達 此雲各埔 他有三角 智覺 第一 他智覺先 我們這樣嘛 自欺欺人 被人欺 他首先不自欺先 智覺 是不是 覺什麼呀 超陸凡之不覺 陸凡就是什麼 地獄惡鬼畜生 阿修羅天 日 就為之陸凡 陸凡不覺的東西 他都覺 所以他為之智覺 明白嗎 智覺 好了 覺什麼呢 後面講 覺他 超小乘的 二乘的小角 二乘他認為 我到這裏就夠了 這個就叫做佛了 成佛了 究竟 不是 原來還有很多 所以他超越這個境界 覺他 還要他能夠度眾生 滿覺 超二十五十二菩薩的分覺 這個是很深的 這裏講的 因爲呢 有另外一個比較簡單的說法 智覺覺他覺行圓滿 就為之三角 我能夠自己覺悟 我亦都能夠使別人覺悟 而能夠智他 都能夠覺悟 能夠圓滿地去度眾生 這個是最簡單的說法 這個就比較深入了 這個是天台的解法 好了 第二 就是我們依著佛陀這個教法 我們能夠出生死海 我跟大家講 爲什麽佛法這麽重要呢 爲什麽佛法這麽重要呢 因爲佛陀走過這條路之後 他教人們走 而各個走完這條路 經過佛陀的教授 走過這條路的人 都能夠得到解脫 他就將這套系統整理歸納給你 而你只要按著它這個方法 你就能夠以最快 因爲你信這個方法 所以你能夠用最快的時間 就可以解脫 但如果你沒有了這個方法 又要自己從頭摸過 你不知道要摸多久 好了 被你摸 衰了 衰了 落了地獄 你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再出來 甚至永無天 所以這個佛陀 佛陀的恩德 是大到它令到我們走少很多彎路 只要你按著這條路走 你一定可以 這個就是佛法 所以佛法 它不是一種信仰那麽簡單 如果它純粹是一個信仰 你信便可以了 你不用做的 多方便 但問題是佛陀的一個教育家 他就是告訴你 我就用這個方法 你試一下 對不對 就是好像教你做蕃茄炒蛋 煎了蛋 還是先煮了蕃茄 你煎了蛋 煎好了 放在碟上 裝起它 然後煮了蕃茄 就淋在蛋上 這是一個方法 或者你煮了蕃茄 你打一隻蛋下去 又可以 又有一個方法 究竟用哪個方法呢 現在佛陀告訴你 用哪個方法 明白嗎 所以有老師和沒有老師 差太遠了 所以佛陀的恩 多大 它就是看到有些佛 不說法的 一開了 它就坐在這裏入定 不說法 因為眾生福佈不夠 佛陀呢 它開了 它開了 哇 它說 原來我悟的東西 這麼難 這麼難 這麼難的 這麼不可思議的 哎呀 我還是不說 為甚麼它不說 它怕說了 你就會誹謗它 所以那些人 拿著槍走它 掃爛了佛像的人 很可憐 我跟你說 它很可憐 不是佛很可憐 佛不會同的 OK 它很可憐 這一個佛陀呢 佛陀呢 它覺得 如果我講了出來 因為太不可思議 已經超出了大家的見識 和思維的範圍 會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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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誹謗就麻煩了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不是天神 也都不是佛陀懲罰它 是因為它誹謗了一件正能量的東西 它拒絕正能量 自然就吸收那些負能量 你明白嗎 那就落去下面 佛陀懲罰 佛陀慈問眾生 它不想說 然後 當然要放光 叫人家說 佛陀要放些光 放些色 然後 大凡天和低色 天就收到了 哎呀 佛陀要說法 對眾生好 什麼什麼 你不記得 你來了這個世間 這麼多次 就是為了誠佛 說法 道眾生 勸請它說法 為何佛陀要這樣 當然 這個 我現在在地球說法 也要地球的陀底 撐我才行 地球的陀底 就是這個凡天和低色 撐它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法就可以輕盛了 好了 第三 增 善家人 這個 增家 似乎和合眾 什麼叫做和合呢 共同理念 一起依著這個方法 一起去收 叫做和合眾 見和同解 戒和同收 利和同君 真 亦和同悅 口和無真 身和同主 我有沒有背錯 六和敬 亦和同悅 大家一起很歡喜 因為我們能夠坐在這裏 一起修行 所以你們是否爭 對 你們是和合眾 如果三個人以上 真是持戒 真是能夠做到六和經 這個道場不得了 我跟你說 我們的法 到無量眾生 三個人以上 同心就可以了 哪一個破壞我們呢 落無間地獄 我跟你說 為什麼呢 破壞一個六和經的爭團 修行人 當然 前提是你們是一個六和經的爭團 如果不是 是你們落無間地獄 不是他 他破壞你 活該你死 當然他有恩果 那個人也要 但是如果你們真是一個爭團 破和合爭 當到無間地獄 千萬億劫 求出無期 地藏經說 所以我也預示到有些人 要當到無間地獄 千萬億劫都求出無期 當然不是你們 那些已經在地獄 人未死 心已經去到地獄 好了 身我同住 不是我揍他 是什麼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我們預示到 除非他慘悔 慘悔就更有救 天呢 不 什麼 不降罪 這些慘悔的人 黃善仁說 離天大聚一悔便燒 好了 所以呢 第一個歸醫 歸醫的是 佛 法真三步 佛 就為自各各他各行原本 法 就是三磅十二步經典 因為我們依著這個法 可以能夠 度生死海 自裂潑岸 這個是很重要的 有正法的地方才行 如果沒有正法 很簡單 什麼叫正法呢 什麼叫正法呢 正法有分 心法 和這個 教法 或者是 行法 或者叫做教法 理論 理論的形式 個個都會說 這個叫做教法 的步法 但是 或者叫做正法的步法 或者叫做觀念的部分 觀念 觀念與方法 方法就是 心法的部分 行法的部分 怎樣實際操作 有些地方跟你說 行了 不用看經 一句佛號搞定 那你唸唸唸唸唸完一世 那你能不能夠往生西方 究竟世界就看你彩數 這個才是最吊詭的地方 但是 如果這個地方 真正有教法 有心法 就是賢登教法 你只要按著這個方法 去修 去行 你一定能夠解脫道 很簡單 因為什麼 因為有鬼犯 按著去行 你明白沒有 但是其他的地方有沒有 很多都沒有 不是說完全沒有 很多都沒有 這個才是最可怕 最可憐的地方 可憐是什麼 他們一群人都是很善良的人 都是善良的人 只不過什麼 沒有這個教法 沒有這個方法 是不是 令到他們可以出來附海 下世就是人天在來 再來修過 不過可能下世就很瀑布一些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很可惜 所以你們很幸福 我跟你們說 你們很幸福 真有五種 真有五種 三勝二乏 真有五種 五種真 這個真 除了剛剛我們所講的人世間 將它分為七類的真 這裏就有五種真 就是這個菩薩 羅漢 羅漢 聖文羅漢 為了一種真 第二 懸覺 懸覺是什麼懸覺 懸覺就是 他不聽佛法 他未聽過佛法 他通過自己對宇宙的觀察 通過自己對宇宙的觀察 他能夠開悟 這叫做疲之佛 無佛時代 他能夠通過自己的因緣福佈 他觀花開花落 他就開悟了 莊子老子 這些就是疲之佛 你明白嗎 他通過觀察世間的萬事萬物 瞇一聲開了 但是這些萬宗無一 但是聲聞中可以copy出來 你明白嗎 一個就是工廠出的 一個就是手工做的 就是這麼簡單 你呢 釋迦馬尼佛爭團 因為他有個帽子在 骨斷 所以個個都可以成佛 好了 第三 五十二位菩薩 神通智慧超過懸覺 菩薩為恩 佛為果 怎樣才可以成佛呢 做菩薩就可以成佛 羅漢都不可以 因為羅漢會發菩提心 所以他不能夠成佛 所以他只能夠